2020年郭台铭说 一旦苹果撤离中国 中国大批企业将破产倒闭 然而两年过去了 苹果非但没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的供应商价值反而越来越高 苹果还能离得开中国吗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苹果去中国化的事情 iPhone14发布后 苹果在印度的组装厂却火了 因为他们也将参与旗舰机的生产 而且时间仅比中国工厂晚两个月 要知道按照前两年的管理 由于供应链问题 印度工厂一般都要滞后6到9个月 而现在一下子加快了三倍 中国与印度代工厂的距离进一步缩小了 所以有些人就嗨了 说苹果正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未来中国企业会越来越难 看到这我真是想笑啊 苹果想去中国化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自从2016年董王上台后 就要求苹果将组装厂移回美国 可惜老美的制造业实在是服不起 所以这件事并没有成功 但是苹果还是决定将产业链转移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2017年时 他们一边与印度谈判索取补贴 一边要求伪创与富士康两家组装厂 去印度建厂 准备在印度生产iPhone 此后印度的苹果供应商迅速增加到9家 2020年后 苹果又在越南组建了AirPods和MacBook的生产线 正式开启向东南亚转移供应链的动作 苹果在越南的合作工厂达到了31家 三年内翻了一倍 甚至他们还承诺 只要符合标准的越南工厂都感兴趣 按照苹果的规划 产业链转移大概分为三步 第一步 先在东南亚组建技术含量低的组装厂 第二步 建设配送中心和一些容易转移的供应链 最后再在一步步完善供应链 从而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在苹果的引导下 果链清朝出动 仅仅2021年就在越南建设了23家工厂 连中国供应商也不例外 戈尔股份 蓝色科技 领域秩序 力讯金币等等 但凡是中国有名的果链 都在越南组建了工厂 可以说在摆脱中国战略上 苹果的动作相当大 所以在2020年时 郭台铭就悲观地说 一旦苹果撤离了中国 中国将面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 现在五年过去了 苹果成功了吗 答案是并没有 苹果的大动作 不仅没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的供应商反而增加了 首先是中国供应商增加 2020年 苹果新增36家供应商 其中有22家是中国企业 其次 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价值也在增加 10年前 中国主要从事iPhone的组装工作 价值占比只有3.6% 2020年 苹果发布iPhone12时 中国占比已经达到了15% 2022年 中国果链供应商的价值 已经达到了25% 像屏幕 玻璃 电池 摄像模组 以前都是日韩提供的 如今中国供应商已经挤进去了 甚至传出 长江存储也被纳入供应链的名单中 这些在以前 可都是发达国家的份额 但是这还没完 2021年 苹果在中国招说的岗位 增加50% 而且很多都是工程师岗位 他们从事的是 苹果的关键设计工作 这可是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在苹果以往的产业体系中 都是由美国负责研发和设计 中国负责制造 现在苹果将它们核心的设计工作 也挤出一部分给中国 也可以说明 中国在苹果供应链的地位 并没有下降 反而是越来越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苹果明明在主动去中国化 那么为啥中国的地位 反而越来越高 未来还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吗 这一切 还要从苹果刚进入中国开始说起 对了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要了解苹果为何离不开中国 就要了解它为何一定要来中国找代工厂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告诉你 苹果只是看上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苹果到中国和特斯拉一样 都是为了解决产能和技术问题 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工厂 苹果就会和曾经的特斯拉一样 陷入产能噩梦 这个并不是在胡说 而是乔布斯的亲身经历 在8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 已经开始产业转移 但是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却不一样 他是一个执念非常强的人 在他看来 一件产品成功的因素有三个 一个是设计 一个是软件 还有一个是硬件 而且软硬件必须相互协调 才是最完美的 但是想要软硬件搭配 就不能让软件和硬件离得太远 设计团队留在美国 所以产品也需要在美国本土制造 加上当时的美国还处在制造业巅峰 美国制造的口号就代表了产品的质量 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执念 乔布斯就在美国新建了几座工厂 然而这些工厂却让他大烈眼镜 其中第一座是在1983年 当时他亲自主持 要在旧金山苹果总部的对面 新建一座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工厂 这座工厂是用来生产苹果旗下麦金塔电脑 整个流水线采用高度自动化 在乔布斯的规划中 这个工厂不但可以将人力成本压缩到总成本的2% 还可以快速量产出先进的苹果电脑 当时他还骄傲地表示 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 然而这座先进的工厂在1992年就关闭了 它不仅没能实现预定的量产生产 甚至连高度自动化都没实现 当时苹果产品总监加西甚至公开表示 说它是一种耻辱 然而这些并不能改变乔布斯对美国制造的青睐 1990年时 乔布斯已经被人逐出苹果 他随后又串立了NEXT公司 并且又斥资1000万美元建立了一座工厂 乔布斯对他的评价是 我为我们的电脑和工厂感到自豪 然而这次尝试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两次尝试让乔布斯硅谷的制造梦彻底破碎了 然而他们依旧不信任在中国组装 而是尝试制造业更发达的欧洲 比如爱尔兰等国家 结果还是失败了 三次尝试三次失败 让乔布斯开始反思自己的产业链战略 1998年后 苹果聘请了蒂姆·库克 担任苹果的营运部门总裁 负责搭建全球供应链 自此苹果像其他企业一样 搭上了中国制造的便车 所以我才说 不是中国需要苹果 而是苹果需要中国 那么苹果明明一直在转移产业链 为啥反而越来越依赖中国的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中国制造业太善于学习了 并且他们的学习能力 让苹果都无法割舍中国 这不是在胡扯啊 为啥这么说呢 其实早在2012年 老美的纽约时报就给出了类似的答案 当年他们刊登了一篇名叫 iPhone为何是中国制造的文章 里面介绍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乔布斯当众拒绝奥巴马 时任老美总统的奥巴马 邀请硅谷名人参加晚会 当时乔布斯也在现场 会上奥巴马允许所有名人 向他咨询问题 轮到乔布斯时 奥巴马反而先开口 问他说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苹果才会回到美国本土制造 很显然 奥巴马的言外之意 就是让乔布斯把苹果的生产 转回到美国去 条件可以随便开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乔布斯丝毫不给总统面子 连敷衍都没有 而是非常肯定地告诉他 这些工作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纽约时报了解了这件事 感到非常好奇 采访了大量的苹果员工 想了解为何苹果选择中国 而不是美国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故事 苹果高层透露在中国建厂 是苹果唯一的选择 这个结论和我上面说的 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苹果高层举了个例子 还是惊艳到了我 他说有一次 因为屏幕质量问题 苹果临时更改了 iPhone屏幕的设计 但此时距离正式销售 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需要临时 对整个生产线进行重新调整 为了完成任务 富士康连夜安排公司的 近万名员工临时加班 结果仅用了半小时 安装玻璃屏幕的生产线 就搭建起来了 效率高得惊人 然后在三天内 就完成了生产线的调整 新iPhone产量迅速暴涨到 每日上万台的速度 中国工厂的效率和灵活性 惊呆了所有苹果高管 在此之后 他们就被中国征服了 任何苹果高层和工程师 只要到了中国 就绝对不会再说 转移产业链的事情 纽约时报最后给出的评价是 中国制造业的规模 效率还有工业技能 都远远超过美国 然而这些仅仅只是表面 中国制造业不只有这些 还有技术的研发能力 也是苹果压住中国的 重要原因之一 我再举个例子 2007年时 乔布斯推出了自家旗下的 第一代iPhone手机 他在发布会现场 展示了多项创新性的功能 其中流畅的触摸屏 惊艳了很多人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触摸屏的技术 其实是由陈宏集团负责研发的 当时主流的触摸屏技术 是电阻式触摸屏 它是由玻璃基层 加上导电的塑料层组成的 不过这项技术的缺点非常明显 他只能判断一个触控点 以及执行一些 简单的拖拽动作判断 所以触摸屏在当时 更多是噱头 而不是实用的功能 而乔布斯对iPhone1的设想 是一款完美的 没有键盘可以流畅操作的 革命性产品 所以他完全无法接受 电阻式触摸屏 为了找到更好的技术 他们一边投入大量的研究 一边在日韩寻找厂家帮忙 然而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直到有人向乔布斯 介绍了承洪集团 当时的承洪 已经在触摸屏行业 研究了多年 就连最新的电容式触摸屏 也有研究 电容式触摸屏 可以实现多点触控 而且操作甚滑 在当时就是最先进的触摸屏技术 最终承洪创始人江朝瑞 几乎赌上了全部身家 才攻克了这个难题 于是他也成为 苹果早期的供应链企业之一 承洪可以说是中国供应链的所以 因为苹果的产品是先设计 然后工程师团队 根据设计去全球寻找 合适的供应商 然后苹果再与供应商合作 一起完成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 这个过程就得保证 每个供应商都必须具备 全球顶尖的实力 既要有自己的技术 还要价格低廉 所以苹果的每个供应商 实力都很强 甚至无可取代 比如为苹果提供 摄像头模组的欧飞光 欧飞光大家都知道 因为受到老美的制裁 所以苹果就不再将它 纳入零部件供应商 欧飞光迫不得已 只能把自己的摄像头相关业务 以24亿的巨资 卖给文态科技 然而有意思的是 接受欧飞光摄像头的相关业务后 文态科技转头就成了 苹果新的供应商 也就是说 欧飞光的技术 已经成为苹果不可或缺的一员 而类似欧飞光这样的企业 中国已经越来越多了 以前我们只负责组装 数据线 手机壳等低端配件 再后来就变成了电池 摄像头模组 屏幕等等重要零部件 在技术难度上 开始逐渐变得更高 时至近日 中国制造业已经在规模 效率 工业技能 能源等等方面 全方位领先其他国家 苹果除了日韩等核心的配件外 几乎各个方面都要依赖中国 除此之外 外国网友拆机发现 新款的iPhone14中 竟然有我国长江存储 生产的存储芯片 要知道 苹果手机上 关于先进半导体的核心零部件 以前一直都是由美日韩垄断的 但如今我们也来分一杯羹了 苹果为啥越转移产业链 反而越依赖中国呢 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中国的科技企业 成长得太快了 像欧飞光 京东方 长江存储等科技企业越来越多 甚至超过了苹果转移的速度 苹果将低端的组装厂 转移出去一点 但是美日韩等国的果链 也被中国夺过来一点 所以苹果就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不过这里也要为苹果解释一下 实际上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完全去中国化 因为中国的优势太明显了 明显到苹果都舍不得离开 2017年时 库克就曾经说过 在美国开个模具工程师会议 可能连会议室都做不满 但是要在中国 这些模具工程师能做完几个足球场 高效率加强供应链 加庞大的技术人才 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底气 任何一家外国企业 都会从中国的制造业中受益 苹果也是 所以他们压根就不想完全脱离中国 他们实行供应链分散的战略 说白了就是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也是被贸易战和疫情逼的 2018年 董王一直以关税作为要挟 让苹果回到美国建立组装厂 库克也十分无奈 甚至被逼着答应再建三座大型的工厂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苹果自己的产品都是找别人代工的 怎么可能一下子建三座工厂呢 但是中美的贸易战 让库克对苹果的供应链安全产生了焦虑 所以他们就将以前由美国设计 全球供应 然后再给中国生产的战略 改成现在分散供应链的做法 除此之外 疫情肆虐 如果工厂都在中国 一旦遭遇疫情扩散 对苹果的产能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为了规避政治和疫情风险 在中国之外扩建工厂 其实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当然苹果也有主动做法的因素 因为东亚东南亚的市场 在这些年里增长得非常明显 2020年 苹果首集在印度的销量 首次超过320万台 比上一年增长了60% 2021年再次增长了54% 销量达到了540万台 越南和印度一样 增长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有很多手机企业 都会在这里提前布局 比如在印度建厂的 有小米 OPPO Vivo 甚至荣耀等中国企业 苹果在这里建厂也不足为奇 一方面有利于他们拓展印度的市场 另一方面也是看重这里的廉价劳动力 说白了 苹果就是个企业 自身的利益才是公司的主要目标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苹果一边在中国建设大型数据中心 积极招纳中国供应商和工程师 一边还要在越南建厂搭建供应链 同样的 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苹果太当回事 没必要看到苹果转移产业链 就畅衰中国制造业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供应商正在增多 就已经说明苹果离不开中国了 反而是我们的果链要主动去苹果化 减少对它的依赖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企业都在这么做了 他们将技术带到了市场更广阔的汽车行业 接下来 我也会为大家做一期果链逃跑的视频 喜欢看的可以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见